这就是飞机上最为神秘的黑匣子 很少有人知道它其实是红色的 但它里面藏着的却是飞机上最为黑暗的时刻 当它一旦像这样被带回来 就预示着灾难已经发生了 而所有的疑问都需要通过它来揭开 这是由迪拜飞往巴黎的一架航班上的黑匣子 两天前这架飞机在阿尔卑斯山脉坠毁 300名乘客跟1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却从未向地面发出过求救信号 事故原因彻底成迷 航空事故调查局立刻派人对黑匣子进行拆解 打开外部的抗压力外壳 去掉内层带高温房冲击材料 露出最里面的防径炮层 把这层去掉后储存芯片终于被取了出来 首席声音分析专家洛克 对驾驶舱内留下的录音进行分析 然而就在大家等待揭晓真相时 洛克却突然离奇失踪了 他的助手马修临危受命 接替他完成这项任务 马修不但是个听觉天才 还有着对追求真相近乎偏执的性格 他通过录音基本还原了 空难发生时驾驶舱内的场景 开始机长按照指示 将高度调整到了380英尺 这时空城进来送餐 驾驶舱内一切正常 空城离开后 通讯信号可能受到静电干扰 耳机中传出刺耳的杂音 机长不堪忍受曾摘掉了耳机 随后当空城再次进入驾驶舱时 飞机突然开始下降 来自塔台的呼叫不再有人应答 只能听到驾驶舱内凄惨的喊叫声 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 但细心的马修还是听出了异常 他提高最后一段音频的频率 然后又做了降噪处理 让同事停止抖动的双腿 这次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马修立刻跟上级做了汇报 他的推断是有人闯入了驾驶舱 并且是个信徒 这极有可能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马修详细解释了他的分析 他通过录音听到 当时空城人员要求进入驾驶舱送餐 在机师打开舱门后 他听到有一个急促的脚步声进入了驾驶舱 很显然这不是空城的脚步声 他断定这是有人闯入 而且几秒钟前 他曾听到驾驶舱门口厕所的开门声 显然入侵者是提前躲进厕所 最终等到时机闯入了驾驶舱 果然随后调查人员的确在乘客名单中 发现了一名信教徒 并且疑似属于某个极端组织 这基本印证了马修的分析 然而就在空调局准备下结论时 马修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有人向他提供了一个线索 原来其中有位遇难者 曾在飞机失事前 给丈夫发过一段电话留言 可等马修拿到那段录音后发现 这段留言发出的时间是7点56分 而飞机失事的时间竟然是7点53分 也就是说这段录音 是飞机撞山三分钟后才发出的 这怎么可能 马修一时想不出哪里出了错误 他满怀疑虑地赶回总部 然而上司却告诉他 飞行雷达记录时间存在误差 也属正常现象 业内认可的最大误差时间 可能达到8分钟 但马修又提出了另一个疑问 在这段录音中 发生骚乱时 他还听到了机舱门和一段广播的声音 然而在黑匣子的机舱通话录音中 并没有这两个声音 而且这段广播声中 他听到机长一次下达过紧急迫降的指令 而按照规定 只有发生机械故障时机长 才会发出这种指令 听马修这么说 领导也听了一边录音 但录音里只能清晰地听到紧急两个字 并不能确定后面的事迫降 而且他们已经对外公布了调查结果 领导不想在声势端 便催促马修赶紧完成结案报告 但马修求真的性格不允许他这么做 他独自来到存放飞机残骸的仓库 这里模拟了飞机坐舱的座位编号 马修通过乘客们在飞行图中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 看到了那位嫌疑人的身影 他戴上耳机播放黑匣子记录下来的录音 很快就在心中模拟出了事发时的景象 当时嫌疑人的确起身意图走向飞机前端 但最后却被餐车挡了回来 马修把自己的推测报告给领导 然而领导却认为他在过分解误 他听到的餐车的声音 不足以挡住一个极端的恐怖分子 领导的态度让马修很是无奈 无助感让他想起了失踪的洛克 可领导表示警方已经立案 但洛克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毫无线索 马修通过当晚跟洛克一起加班的同事得知 洛克失踪那晚一个人独自加班到凌晨 马修怀疑他的失踪有可能是因为发现了什么秘密 于是偷偷溜进洛克的办公室寻找线索 他通过一封邮件找到了郊外的一个陌生地址 另外还有一张记录着一串密码的便签 马修开车来到那个地址 但按了半天门铃却始终没有反应 于是他干脆直接翻墙爬了进去 原来这里的确是洛克的一处住所 他在洛克的电脑里输入那串密码 果然登陆了进去 但遗憾的是里面的内容已经被全部清空 然而就在马修失望的准备离开时 他看到了洛克停放在车库内的车 他突然灵光一闪 取出了车上行车记录仪的存储卡 插进电脑查看洛克最近的行踪 结果发现他在失踪前曾跟一个人秘密会面 正是负责失事机型智能系统的 飞马科技的老板卷帽 难道真的是飞机设计方面存在问题 结果马修查阅资料后果然发现 这次出事故的阿德里安800型科技上市后 仅仅六个月内就出现了三次故障 全部是防湿素系统异常 这个系统的作用是飞机后养部多时 会自动将低机头进行调解 然而马修通过一位机长了解到 那个系统并不成熟 当他出现误判时就会跟飞行员争夺控制权 反而容易造成事故 然而阿德里安为了跟超对手抢夺市场 在这个系统还不成熟的情况下 就提前把800型科技推出市场 机长还暗示马修 阿德里安的负责人在认证委员会有关系 所以才通过了安全认证 这立刻让马修想到了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子就是认证委员会成员之一 而且就在几天前 他刚刚跳槽到阿德里安公司担任要职 他不得不开始怀疑妻子 于是马修试着向妻子提出了疑问 结果妻子非常肯定地告诉他 安全认证流程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非报告属于机密 他无法向马修提供 无奈之下马修便趁妻子熟睡时 利用他的电脑登录了阿德里安的内部网络 拿到了800型科技的是非报告 报告显示 防尸素系统的确出现过延迟的情报 马修终于说服上级重启这次事故的调查 然而他的妻子却因机密泄露事件被解雇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但马修始终认为 还300名遇难者家属一个真相更为重要 两人不欢而散后 马修开始专心投入800型科技的模拟测试 结果无论他怎么测试 防尸素系统反应都没有任何问题 马修彻底崩溃 害女友丢掉了工作 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而他自己也被调离了调查小组 整天窝在家中颓废 这天他正在打电话 话筒里突然传出刺耳的噪音 紧接着侄子的无人机突然视控飞走 原来是有人恶作剧黑进了无人机的遥控系统 这立刻给了马修灵感 他重新听了一遍录音 发现那段刺耳的杂音不一定是静电干扰 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干扰了操作系统 他恍然大悟 负责阿德里安飞机网络安全的是飞马科技 而洛克在失踪前曾跟飞马的老板卷毛秘密会面 马修立刻找到卷毛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结果卷毛却向他解释 800型飞机的驾驶系统网络 跟乘客娱乐网络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独立系统 完全不会出现被人入侵的可能 然而马修已经提前做了了解 虽然网络不同 但他们采用的是单网络光线传输技术 一旦黑客找到这条光线 便能轻松入侵到驾驶系统 而且他猜测 一定是卷毛让洛克修改了黑匣子的录音 误导了调查组的方向 结果此话一出 马修直接被卷毛轰了出来 但他坚信自己的推断 他通过调查发现 早在一年前就曾发生过一次黑客入侵未遂事件 当时有个光头篡改了某个网站的发动机转速 而巧合的是光头后来去了飞马科技上班 但仅仅三个月之后他就被解雇 从此人间蒸发 马修立刻查询了登机人员名单 却并未发现光头的名字 但他通过乘客们失事前上传到社交平台的照片 竟发现了光头的身影 阿德里安科技的网络安全由飞马科技负责 所以光头很有可能在报复飞马 然而马修的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领导的支持 相反他被正式通知遭到辞退 可就在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自己的电脑里有个多处的文件 而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正是洛克失踪的那晚凌晨 并且除了他自己 有这台电脑登录权限的也只有洛克 马修立刻对那个音频文件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洛克给他隐秘地留下了一串数字 他把这串数字输入汽车导航 竟是一个地点的坐标 正是洛克郊外住所附近的一个小湖 马修开车来到湖边 最后从湖底捞上来一个盒子 而盒子里装着的竟是一块黑匣子的录音存储心理 马修打开后发现 原来这才是黑匣子的完整录音 内容非常清晰 开始是光头入侵网络系统操控了飞机 机长果断关闭了自动驾驶 开始手动操控 然而光头却再次入侵了系统 改为自动驾驶模式后并锁定 可这导致防湿速系统接收到错误信号 开始降低机头急速俯冲 机长多次尝试拉起操纵杆 结果飞机已经完全不受他的控制 这时光头也意识到了危险 想要输入指令取消自动驾驶模式 怎料系统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最后电脑直接死机 原本他也只是想曝光这个漏洞 让飞马遭受损失 却不料最终酿成了大火 最后是洛克留给马修的一段视频 以他对马修的了解 他知道马修早晚会找到这里 并一定敢于对外公布真相 他告诉马修 其实他早就被卷毛收买 开始卷毛只是让他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数据 然而慢慢地开始提出让他修改报告数据 这次直接让他修改录音 把线索引向人为因素 嫁祸给莫须有的恐怖组织 他想拒绝 可自己已经牢牢被卷毛控制 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这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通过马修把真相公布于众 然而就在此时 马修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他知道已经有人追了过来 为了保险起见 他立刻把证据发送给了女友 然后拉掉电闸 借着黑暗的掩护逃出房间 迅速钻进车内离开 但最终身后还是有车追了上来 他们黑进了马修的汽车自动驾驶系统 最终导致马修车辆失控撞上大树 马修当场遇难 但最后他的女友拿到证据后 在飞马科技的新闻发布会上 播放的那段视频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马修凭着一己之力扳倒了资本 为三百名遇难者还原了真相 但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生命